其實我學了一段很長時間的音樂 在我小學期間學口風琴 因為當時氣管不好 所以吹口風琴就可以訓練氣管 但當時沒有什麼感覺 直至我自發性想去配樂樂隊 去和我一個最好的朋友 我學鍵盤打鼓 我們找吉他手bass 當時我真的開始找到音樂樂趣 在我不同的情緒 不同的情況下 我可以用變化我的音樂 去配合我當下的感受 在一個長輩跟我講 你做的事好像叫做音樂治療 有沒有興趣去讀 在這方面發展 當時我覺得這件事好像挺好 但當我慢慢去了解後 原來不只是拍 原來當時會想到真的可以幫到人 當時知道可以去讀的時候 就很快就放棄所有的東西 就飛了去讀 我還是學生的時候 我們去一個音樂治療的研討會 在研討會裡面有一個合唱團來表演 是由一班中風的康復人士和家屬組成的合唱團 大約一、二人左右 他們有些是拿著拐杖 有些是要坐輪椅 你會看到他們一邊身是不方便的 來唱歌 你會看到那種的生命力 是影響到台下每一個治療師或治療師的學生 當時我看到他們的表演 我是很驚訝 音樂治療之後他們可以走出去 社區影響其他人 和他們溝通之後 終於你會看到他們說話不太方便 但唱歌是很有自信 很開心 所以當時我就想 我要在香港看看可不可以做這件事 開始這件事 虧了一段時間 終於有機會成立這個合唱團